从事这个道路行业 我已经三十多年了 我的所有的研究 应该也刚好跟上了我们国家 高速公路发展的整个的一个过程 哈公大有一句名言 就是手里有颗钮扣 就想为祖国做件大衣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践行者 其实东北的气候条件还是非常恶劣的 一到下雪的时候 那么就以雪为令 扛着这个扫帚就出去扫雪了 这是这个东北的孩子从小就经历的 我就在想这个路面 怎么就不能够像南方那样的路面平整 我就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92年我考研究生 97年的时候 我就又攻读了博士学位 等我真正学习了道路工程的时候 我才知道其实它很难 大温差冬天很长 所以对于这个地区 厘青路面保持它的长寿命是很难的 高低温的性能是矛盾的 水损害和抗滑 水损害和车折也有一定的矛盾 一个厘青路面 它同时就存在着三对矛盾体 这是非常不好解决的 所以呢 现在我们提出来的是 结构材料一体化的设计理论和方法 针对不同的结构 采用不同的材料 表面层 我们就让它解决低温开裂的问题 让这个路面具有粘弹性 中面层 就让这个路面解决的是车折问题 就让它是粘硬性的 下面呢 我们解决疲劳 我们采用的沥青材料 就是粘韧性的 通过结构 然后呢 找出材料的主导的损坏 然后呢 来用什么样的材料来配 就会有效地解决 过去早期的时候 我们除冰雪 经常用到的手段 机械的扫血 撒溶血剂 效率低 效果差 98年开始 我就做这个方向 因为我请教了很多人 他们就说 谭一球你不要搞这个 这个是环卫工人做的事 不是科学家做的事 但是我就觉得 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 肯定是我没有用对方法 08年的这个冰雪灾害的现场 我就发现我的想法是对的 靠这种外界的方法 去抗冰雪 实际上是被动的 那我们怎么去主动 主动就是从道路本身 让冰和路面不粘 不熟 让我的路面 降低这个冰点 然后呢 不粘接 所以呢到最后 冰雪很容易清除 这个技术呢 应该说现在 在国际上也是领跑的 在我们国家二十多个省 都已经广泛的使用 过去从九十年代 我们国家开始建设高速公路 到今天三十多年 而我呢 刚好是个亲历者 应该说交通的发展 给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 也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我带着团队去了川藏公路 我们带着小红帽 在那一个星期之后 就变成白帽子 可以想象一下 紫外照射还是非常严重的 造成路面的老化问题 所以后来我们就提出来了 抗光老化这样的一些技术体系 克服了这个困难 路修好了 在以前呢高原地区 它的机场道面都不采用力清的 但是我们解决了光老化问题 拉萨机场还有邦达机场 都使用了力清路面 大兴机场呢 它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大项目 机场的冬季的运营安全问题 其实要比我们路面更严重 比如说这个机场下雪了 它落不下来 带油在上面盘旋 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当时我们就提出来 让我们的跑道不积雪 提出来一个自溶雪道面技术 用的热棒技术 把地下大概16米的热量取出来 直接引到道面表面来 让这个热能够把雪融化掉 道路行业 它实际上是一个工艺的行业 越是没有路的地方 才是我们最先到的地方 我记得当时在修随满高速的时候 一个村子 那个村子没有路 种了很多粮食 运不出去 非常贫困 随满高速也通车了很多年 我们从没有路 然后修完了以后 看到周边环境的变化 感受非常深 就是老百姓穿着新衣服 生活得非常好 是给老百姓不断的铺住 幸福入 我是2013年入的民革 我觉得民革对我的成长 各个阶段 都给予了特别多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民革有非常好的企业家团队 还有像我这样的科技工作者 科企交叉 也就是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家合作在一起 这样的话把我们的好的成果 能够及时地落地转化 我也曾经几次写过提案 就是关于黑龙江省如何发挥优势 来开展冰雪产业 一些旅游项目 抗冰雪的一些技术 装备冰雪产业这一块 是过去几年我们持续推进的 什么是研究生呢 研究生和老师之间 是个合作关系 是吗 合作者 2022年的6月份 学校把我派到威海校区任校长 对于我职业生涯而言 是一个非常新的挑战 过去都是做科学研究 现在可能很多是管理方面 作为一个大学 其实人才培养是核心 其实科学研究也是要九死一生的 因为没有哪一个科学研究 上来都成功 所以在失败的过程当中 确实需要一个定力 需要不断的慎思、笃行 现在我们已经在这个高速公路 基础设施建设这块 都是成为世界的领跑者 将来我们可能要围绕着 绿色化、智能化、韧性化 在不断的发展 让我们的整个的交通行业 成为世界领头羊 真正的实现我们国家的交通强国 这是我们的目标 也是我们的梦想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